大家好,2018年11月6日,各位漫迷早晨 欢迎来到今天的漫迷早晨节目 今天大家都看到我刚刚8点半 因为有朋友说,如果8点半做得最好就做Live 但今天由于第一,有很多最新的update要和大家分享 第二,今集会做客性玻璃茅夫之后的漫迷有四 大家都知道漫迷有四已经有很多各位漫迷的意见 如果做Live的话,即场的漫迷有很多留言 我就怕我能够接受不了 所以今天虽然是8点半,以前的830时段 但我都选择不做Live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明白 今天真的有几宗新闻都很想跟大家update 所以让我尽快跟大家说一说几宗新闻 老实说 我不知道香港的媒体有没有说这两宗新闻 不过这两宗新闻 都在英国那边 很多很多人都会说这两天 这两天 第一宗新闻 这两个星期我都跟大家说过 在英国那边就会纪念那些二战阵亡士兵的纪念日 所以大家 都会看到 差不多全部的球员都会带着 一个红色那些花仔 在他们的球衣上高踢球 这样 唯独是 其实就只有两位球员 在英超里面有两位球员 没有做这一件事 第一个就叫做McClean 那个不是曼联的球员 我不理他 但是我们的马迪 都没有做这一件事 没有带到那个红色的花仔 去踢球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马迪 其实之前有带过 不知为什么今年他就没有打 好了 其实在英国那边 都牵延了很多的讨论 为什么呢 那个花仔叫POPP 红色的花仔叫POPP 大部分的球员都说 会纪念 那些战死的士兵 马迪最初没有出声 总之他没有难道 然后很多人就说他 为什么你这么尊重阵亡士兵 马迪后来就终于出声 他说得很清楚 他就说 那个 战争或者那些 对于他来说 那件事对于他来说 他只不过在他的家乡 Sherbia 当他十二岁的时候 那些士兵是来 打他们 还有他的记忆指 很多轰炸 因为当时我想 北约那边的 军队去打东欧的地方 老实说 很仔细的东西 我都不太熟 所以我不想在这里说太多 但是 马迪也说得很清楚 这个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 不好的记忆 所以他就选择 不戴POPP 那边来说 很多人 支持他 觉得他做得不好的 都有 这样 不过 我看在香港 好像不是说太多 所以我都想提 我自己个人就觉得 戴不戴那个红色的花 也有他自己的选择 最重要 好像我们万米组成的 原则 就是说出来为什么 大家接不接受 大家自己的事 我就会尊重 马迪这个决定 因为始终 戴不戴那些花 应该是 自己的一个选择 这个应该要尊重马迪的 决定的 最重要是跟大家说 为什么 这是其中一件事 第二件事 可能大家有兴趣 就是 朗黎 我们的前队长朗黎 大家都知道 我在 这个 曼迷早城也说过 他在DC United 打得不错 也有很多朋友 也有说 他入了一球很漂亮的球 不止入了一球很漂亮的球 入了很多球很漂亮的球 而且他也带领了DC United 入了美职联的季后赛 但是很可惜 季后赛的第一场就输了 赛季完结了 也不知道是否因为这样 英格兰足种可能 做了一样 之前从来没做过的事情 就是 朗黎在两年前 已经退出国家队 年多前 不是两年前 应该是2017年 退出国家队 问题就是什么呢 问题就是 通常来说 就不会再重召 虽然现在他踢得不错 但是 尤其是 修夫基 接走了英格兰国家队 之后 很多时特意都要年轻化 所以其实都没有什么 最经典的就是说 他不选了 占士米娜去踢世界杯 但是 朗黎已经代表了英格兰 踢了119场 11月中的国际赛赛日 即是我们做 联变的那个礼拜 会有一场有仪赛 对美国 但是英国足种就宣布了 那一场就会找阿朗 回来踢 第一 被他成为 取得120顶劇帽 的球员 第二 亦都当是一个 纪念他的 这个不是纪念赛来的 这是一场正式的国际友谊赛 但是 所有那天的捐款 捐款的捐款 就会捐到朗黎的一个慈善基金 去做善事 亦都当是对朗黎的一个 致敬 这件事 又是这几天在英国那边 有很多讨论 为什么呢 英格兰 国家队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 一个退役的球员 特意找他回来踢一场正式的国际赛 去纪念他 正正的方面 支持他方面 其实他也做了很多东西 帮英格兰 所以 值得有一个致敬 亦都是有做慈善 亦都是说 一些 国际友谊赛 其实都没什么人看 有个这样的技术 就可能多些人看 相反反对的朋友的论点就是 你已经退役了 突然找你回来踢一场 对于一些 年轻的 年轻的预备上位的球员 有什么影响呢 虽然这场是有疑赛 但是 英格兰对 克罗地亚的 欧洲 国家联赛 那个预备 因为其实那场也是很重要的 对英格兰来说 无端端少了一场波联兵 他们说就算朗尼只是出半场 其实 令到我们其中一个前锋 少了一个半场的机会 令收夫基的预备 没有那么好 所以 什么意见都有 亦有症亦有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了 所以我也特意和大家提一提 刚才马迪和朗尼这件事 我们的编辑部也有朋友报了 所以也多谢他们 我自己也跟了几天了 不过也看到编辑部 看到有些朋友也觉得这件事也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就先和大家说了这两单 马迪和朗尼 好了 接着就想说一样 我们昨天转车的时候说过这球球 我们92分钟的绝杀 玻璃茅夫那球 我说福仔 他很鸽定 因为他之前有一球 射中了阿Kia 太紧张或者冲动 射中间 相反第二球 不知道他的震定 因为昨天 大水炮Eric 就备不到 那一张我想说的图 我现在又备到 所以特意和大家分享多一次 你看到福仔现在在 这个就是大水炮球排队的 顶球排队之后 那个球排队下来了 他心口控了那个球 然后大家一起等他下来 然后有一个地方就说 玻璃茅夫这位球员 预备 大脚解围 我昨天说福仔整个站在那里 做了预备动作 他不是说 站在那里 狠狠的 你看到整个人站在那里 其实是什么呢 他就预计这位球员 踢到球解围的时候 希望那个球可以省到他 而再 走向楼门途入球 所以福仔也是聪明的 他整个动作站在那里 尽量可以让自己挡到那个球 但是 我没有备到 有趣的地方 就是 昨天 大水炮备到的图 之后 他就 直接射入了那个球 和马仔在一起 所以马仔也在部位 这个就是想说昨天那一球 我们说 很多朋友说福仔 希望他学到的经验 去到六马驱小禁驱的时候 可以鎮定一点 就不要滚蚀六脚 不过倒转 我觉得 福仔其实就是滚蚀六脚才能入球 和马仔的风格 有点不同 不过不要紧 直点也好 希望马仔和福仔 都继续入多些球 我们昨天转的节目 也有提过 其实他两个放在前面 打两个战斗 是一个 之前都已经试过 亦都是一个 不错的组合 希望马仔和马仔可以 给予多些机会 他们 亦都因为 我有一个资料 想跟大家讲 就是一个BBC的资料 比较了我们四个前锋 一些功力上的 比较 这个是BBC的一个报道 他就做了一些统计 统计是怎样呢 就是这样 就是 罗卡古、马仔、山西士和福仔 四个 大家要看清楚 在这个数据里面 我都看到有些东西 是大家要看一看的 很多时候我们说 摩尼奴也很偏重 某些人 在这里看 是有点 不是那么平均 但其实也不是很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看 比赛了的场数 罗卡古10场 其他马仔、山西士和福仔 都有8场 所以 罗卡古只是多了两场 然后打了多少分钟 罗卡古打了768分钟 马仔也有500多分钟 而山西士和福仔 相比来说 是少一点 但也有400多分钟 即是说 出场的场次 大家差不多 但是 落场踢了多少分钟 也是一个指标 罗卡古的确是多些 但原来马仔由于这几场 都做了正选 也都打足 所以其实他也有500多分钟 福仔 大家可能觉得 他可能出得少 原来也有400分钟 当然是比罗卡古少 但原来也打了不少的分钟 入球方面 罗卡古有4球 马仔有5球 山西士1球 福仔有2球 这个大家看到了 马仔的确是做得相当之好 好 接着现在 灰色最重要的指数 就是 多少分钟才入到一球球 努卡古是192 马仔是106 山西士439 福仔是203 所以来说 如果说出场的时候 每多少分钟入一球球 马仔来说 就很出众 只要是100分钟就可以入到一球球 相反努卡古就差不多200 山西士和福仔是更加少 还有 但不要忘记 原来福仔和努卡古也是差不多 OK 接着是射门 射门努卡古就多了 20 马仔11 山西士13 福仔7 这里我就想说说马仔 你看到马仔11射 有5球入球 所以马仔的射球是比较鸩定的 起码 起码 马仔的脚风比较鸩 11射5中 其实入球率有50% 相当厉害 中龙 努卡古9球 马仔8球 山西士7球 福仔4球 这个conversion rate 就是入球的 准成度 入球率 怎么说 撇开了一些被人拦截的 情况 这个我完全不肯定 入球率是26.67% 马仔62.5% 山西士11.11 福仔33.33 你也看到马仔的确定是清先的 除了入球之外也要计算他能否帮助球队 chances created 我们可以製造到的机会 努卡古有10个 马仔12 山西士有14个 福仔有4个 助攻方面 只有山西士有2个 另外在足球方面 最底的足球方面 大家可能会觉得 未必是 你们想象中是这样 为什么 努卡古是289次 马仔336次 是最多的 山西士299次 也是不少的 福仔222次 所以来说 努卡古出场的次数多 但是 足球次数 其实 马仔是最领先得多的 而山西士也不弱 跟努卡古差不多 但他出场的分钟 少了很多 所以 现在来说 在今季来说 大家也无用置疑 马仔肯定是我们四个前锋里面 表现得最好的 但是我们刚刚也试过 努卡古 对不起 不出努卡古收起了他 然后出马仔 山西士加上马达 我觉得这个组合 甚至福仔 用来做按针 我觉得福仔 暂时来说 做一个后备入体 也有他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如果我们的前锋杀手来说 真的可能要努卡古 休息一休息 尤其是 未来的两场球 我昨天也有说过少少 我估计努卡古对曼城那场会有机会出他 尤其是对祖云达斯 对着一对老人的中坚 比较年纪大的中坚 或者 位置感相当之好 但活力就可能没那么理想 出马仔 山西士加马达 或者马仔山西士加连格特 一些比较有活力的组合前锋 真的会有点好处 曼城那场另一另计 曼城的中坚就比较 质素上没有祖云达斯那么高 我觉得 大家可能不同意 反而 会有机会出回努卡古 还有我可以告诉大家 无论现在这些数据是怎样 一个漫长的球季 四个前锋是必要的 亦 他们的出场 机会是一定会有的 所以我们无论努卡古无论近况是怎样差 我都一定要觉得 摩尼奴是慢慢要打起他 希望可能在季后 季中季尾的时候 我们需要前锋 或需要一些他的打法的时候 可以用到他 另外我们在曼眉早晨也说过 希望不要一出他就打高波 因为这件事已经证明了不够 希望教练团队都可以留意到这件事 千万不要 一出勞交股就出高波 这就是关于我们前锋的资料 另外 ESPN也做了一个数据 为什么呢 昨天还没有 加利仔说我们反胜入五球 记不记得 我记错了 原来我记得那个是 输三球赢了五球 还有另外一场 是再久一点的输两球 就赢了五球 试过两次 但ESPN立刻做了一个数据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马鸢 自从废sir之后 有多少场球 可以入到五球或以上呢 真的大家都 都不开心 这个statistics 我相信大家看到 是没试过的 原来真的没试过 我都没有 我都说真的 憑记忆我真的记不到了 原来发觉是真的没有入过五球 即是废sir退休之后 我们没试过一场球入到五球 相反我们其他的竞争对手 包括曼城已经是 做了21次 利物浦做了12次 二次做了9次 连阿仙奴也做了8次 车仔做了7次 所以我们的入球率 或者是入球的数字 比较少 这一件事 就真的是 我想真的我们要研究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 还有什么办法 可以改善 昨天我们在转角也说了一点 或者有机会 在联变 或者在一些 吹吹俱乐部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谈 有什么办法 可以令到好些 我昨天也有说 我曾经说过一个 叫做 长期脚风不顺 说真的我们 都不少的攻击 好像玻璃玛夫那场 昨天我们完转之后 我和Eric 和V都聊了一会儿 Eric说 其实我们真的有很多机会 我们玻璃玛夫那场球 真的製造了很多机会 但是 只能进入两球 紧紧赢 其实这件事 我想是我们真的要怎么改善的地方 其实我们的球员全部都四入球 Sanchez以前 在阿仙奴有很多球 其实努卡古 你不要说什么了 他现在 比利时也有很多球 福仔马仔 不要说了 就在曼玄的时候也能进入球 虽然 不是很多场 没试过 进入到五球 但记不记得 上一季的开季 我们也有几场球 进入到四球 所以我们绝对前锋是有能力的 看看怎样可以 靠练团队 做到些事 去令到他 令到 前锋 刚才我们所说的 不止一个前锋 是四个前锋 都爆发他们的入球 能力 令到他们可以 为我们球队 进入多些的 这球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的福仔 射了那个 也都是我昨天用来做的 希望各位的前锋 可以帮我们进入多些球 我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关于 самое新的消息 我昨天诬了 还有一宗 baik 结果是 kalau disclosure 加利仔的事件是這件事 我差點忘記了 加利仔的第三宗事件,昨天說了第一宗是熱刺 完全沒有腰骨,很容易打破 引起哈里列納和他罵戰 第二宗是哥迪奧娜 我聽了Sunday supplement那位編輯說 原來哥迪奧娜 找了一個團隊來研究球證 的判決 怎樣可以令自己球隊 就算犯規 也沒有那麼容易被吹罰 就算犯規也沒有那麼容易拿黃牌和紅牌 這件事我真是眼界大開,我猜不到打球會弄得那麼嚴重 那麼小心眼,要研究到我們犯規,但又不用受罰 我昨天轉的時候也忘記說 其實重點是 根據編輯說,他們研究 怎樣可以犯規 而又不用 或者機會小一點 被人罰球,或者被人罰紅 王牌 其實就是這件事,令我覺得 真是眼界大開,踢球踢到這樣 這個就是哥迪奧娜 這個加利仔講哥迪奧娜 剛才所說的,加利仔講的兩件事,無論是哥迪奧娜 他後來自己說,其實我正在賺他們 因為我正在賺普茲天奴 比以前那些 哥迪奧娜那件事就賺哥迪奧娜 說這個預備工作真是做得足 但結果大家就不要appreciate他的贊賞 這個大家自己想 第三件事關於加利仔,就是關於他那間酒店 他跟我們歐聯都有些關係 為什麼這樣說呢 原來大家都記得 我們兩場歐聯的主場 其實都是 交通上有些問題 因為兩場都是打一些平日的夜晚 曼泉斯特平日夜晚的交通很堵塞 所以第一場我們對華倫西亞主場那場 遲到了5分鐘 所以就被歐聯罰款 讓我們比賽的預備 預備都沒有那麼好 球員都心急了一點,因為少了時間預備 第一場就是 在我們一般經常出發的Laurie Hotel 大家差不多出發 坐隊巴 第二場就發覺要改善一點 抱歉 為何 交通問題突然 嚴重了呢 今季 就是因為曼泉斯特的警察 當地警察就不肯為我們 我們的隊巴開路,所以那個交通特別麻煩了 以前就肯幫我們開路的,不知為何 他就解釋類似說,你們也不是一件特別的事 不要開路了 諸如此類,我不知道是甚麼,我忘記了,我之前也說過 好,然後就第二次了 主場的祖雲達斯 就搬了酒店,在一間附近的 Hilton 我記得在我們的奧特福系列,有位萬迷都介紹過 富榮那幾間酒店 因為Laurie Hotel 在曼泉斯特的市中心,真是遠一點 但這間Hilton 在球場近很多 大約五分鐘車程 但結果 那間五分鐘車程 在比賽日那天也是搞不定 結果摩尼奧就要走去 走去 奧特福 所以都是不行 好了 這次來講 終於找到嘉利仔或者九二畢業班 傑斯要幫幫忙 原來奧特福最近的酒店就叫做Cafe Football 就在對面馬路,很近的 這個奧特福系列那位 萬迷都有分享過 很近的,所以這次來講 我們接下來的那場 歐聯的主場 這場是作客 在星期三晚作客 祖雲達斯 但之後那場是會主場的 如無意外,嘉利仔和傑斯都說應該可以了 就預約這間Cafe Football 這間酒店,其實是Hotel Football 就在奧特福對面 我猜 可能走過去都可以了 大家如果會去看 我們下一場主場 即是我們主場年輕人那場球 的球迷 就要留意一下 究竟球隊 是會怎樣 在對面馬路的Hotel Football 去到這個奧特福呢 希望這次可以 各位球員和各位領隊 教練可以穩穩陣陣 順順利利地去到預備好 因為 打完 星期三晚那場的祖雲達斯 就會知道 未來兩場的歐聯 我們應該怎樣部署才能出線 OK 我現在這一刻 對於 我們出線 我覺得都是有信心的 我覺得是超過50% 在這個小組 看看究竟搞成怎樣 祖雲達斯那場暫時不說 因為星期三晚才打 我明天才會說前瞻 還有 我的禮法 明天會說 另外 要提醒大家 香港的朋友 我們星期四凌晨或星期三晚的那場 歐聯我們對祖雲達斯的初試 是香港的電視 那個叫做開電視 是會有直播的 是不用錢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留意 好應該無留了 讓我看看會否有些想說 還有這個 差一點 還有一宗 說完這宗才去 說完這宗才去漫迷有私 這是什麼呢 這宗要多謝我們一位漫迷 不如我直接打開他的帖 是不是這個呢 不是這個 下一個 是這個 要多謝一位漫迷 漫迷Tagman Tagman做什麼呢 他發了一個IG帖給我們 他就說 馬仔就說 Sorry,這不是馬仔的帖 這個是曼聯的官方的IG 就說 馬仔現在有入了五球 之前的四場英超聯 入了五球球 然後 貝碧托夫 就留言 因為他在摩洛哥的時候 是一個最厲害的前鋒的身上學習 馬仔又回答 對呀,你沒有錯 其實早兩天我才說過 我們後備回將羅美佬 剛才說完馬仔在摩洛哥跟了一個艾比杜的球員學了很多東西 亦都看到當時17歲的馬仔 在摩洛哥那兩年 學了很多東西 表演得那麼好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很多前輩教了他 其實貝碧托夫剛剛離開我們曼聯之後 剛才去了摩洛哥 跟馬仔在摩洛哥和馬仔 在摩洛哥兩年 馬仔早一點去摩洛哥,然後貝碧托夫去到 他們差不多同一時間離開摩洛哥 所以我覺得貝碧托夫有少少開玩笑 他在一個最厲害的前鋒學到東西 但是馬仔也承認 所以也重新加強了我們那一點 其實年輕的球員真的很想 在一些聰明的球員身上學習的 希望教練團隊真的可以留意多一點 因為現在來講 我們的前鋒最年長的應該是 山齊士 山齊士教人 我們都說過了,在溝通上因為他的英文不是那麼聰明 他只是說那些智利文 據我所知馬仔福仔和努卡古都不說那隻文 始終沒那麼容易 教練團隊都要想想 我們年輕 尤其是福仔馬仔,甚至努卡古 怎樣可以提升 真的要靠一些 有能力教人的前輩 希望教練團隊可以再留意 因為這又一件事 證明了這件事是重要的 多謝Tagman的 分享 正式進入我們的第二部分 萬迷有四 第一件事當然要講一下 即場討論區 說句對不起,因為今天的場球是6打 來到星期二先講這個即場討論區可能會慢了一點 因為這次我想做一個 盡快一完場立即做到拍大巴角度 所以就留待今天才講這個即場討論區,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OK 但是老實說 這個即場討論區的留言 相當相當精彩 讓我告訴大家有什麼精彩 一開始了,大家也知道沒有了盧卡古 Eric就說沒有盧卡古好了 Roy就在問究竟是打442還是4132 我也有留言 我之前說盧卡古真的是煙幕 山神加馬仔出奇制成 Victor已經即場補充了 其實盧卡古是受傷的 記者又說了 Victor繼續說山神打正前鋒 Eric就跟我的想法一樣 Moro已經找到他的最好十一人 Kinhan也說了 終於有山神 Patrick跟Joe說了一大輪 不知道什麼事 我覺得他們是一些 私人的,我猜他們兩個是認識的 我就不太明白 Joe或者Patrick有機會 有機會告訴我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就不太明白 余承熙就說 再一次 Sorry 余承熙說 Eric就說41212 謝利就說這個陣就很期待 Eason就說沒有卡古 Rinder 李東山也擺出他覺得433應該是怎樣擺 他就說這一場可以試試中仔 但終於沒有了,中仔沒有在名單 VN就說 抓股努力操作 好一點射術和彈跳準確 叫他操作好一點才預備再復出 馬仔要把握機會了,證明給Moro看 你們有能力挑戰必然正選 Mack就說今天有創意 Victor就說曼寶記者Samuel就說 努卡古在昨天的操練受傷 Ember就說不要急,慢慢養傷 Joe也說 千萬不要心急 我其實後來都看了 在Morlino的賽前 訪問他也有說到 證實了這件事 OK Rison就說福仔有沒有後備 我回答了他說有 Rison就麻煩我了 但Jeffrey很厲害 Jeffrey問Rison 師兄是不是預計到要靠福仔駐殺 Rison就說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厲害 結果92分鐘發生什麼事 Rison這個真的要給你一個Like 你問福仔 有沒有後備這件事 原來是有玄機的 Rison厲害 Rison厲害 Jeffrey也很厲害 我猜到Rison問這件事的玄機 兩個都要給Like Rison和Jeffrey 真的要給Like 好,繼續 Rexley就說 這個陣子各位粉絲打機的Line-up 我懷疑Morl已經被架空 即是說 可能由Fever 我們打Fever的陣式 去講我們的排陣 這個Rexley 我懷疑你想多了一點 不知道會不會 不過可能Morl真的有聽我們說 或者Morl 就有參考到大家打Fever的陣式 也不一定 Kingsson就說沒有持股 某程度上是好事 但沒有敗利就有些影響 Victor就說有沒有人發現前面的三叉擊是美國之旅用過 Vector,心水清 我這裏說了,Morl的賽前訪問證實了 努卡股覺得自己的商勢要觀察幾天 所以就沒有出他 Jason說終於可以放心全場 都沒有努卡股的出現 那麼 我就說這場 Morl的賽前真的有點狡猾 你說究竟是馬仔還是山神打九號位 Eddy Howell 算不算得到呢 CC就說四個都可以做到進攻點 7、8、6和17 Vison就說精神精神 Ember高 Raymond當時就說這個陣3、1 只差一球 2、1 Ember就說已經開球了 Ember說山神打正前 CC就說這場會好看 山神打9號位 沒有記錯,巴塞也試過踢 Andy就說沒有努卡股一定贏 Eric說又是蘇爾 Terry說給人入球真是容易 這個應該已經被波利馬虎入了一球 Eric說越位,Lucas也認同 但後來在昨晚的轉,Eric也說了 重溫的時候,原來是沒有越位 小龍說又是先落後,好多時間上早,大把時間追 Joe也以為是越位 對啦,當時我們在昨天一轉的時候,或者我在拍大包角度已經說了 Ember就說對面的 尼敦艾基 那個尼代史摩寧,可能更好,就是那個阿基仔,就是之前打過車路士 然後就轉了會去波利馬虎 軒心就說字字都要落後,Ember就說最後底線出球沒有越 突破了越位 我們昨天轉也說了 他出球那一刻 由於前鋒球員在球的後面,所以也沒有越位 所以兩個情況也沒有越位 Key說波利馬虎的走位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我都說過,波利馬虎是打得很整體的,所以絕對可以參考 Rishon說中後場踢得太下氣了,好像打幼兒賽 Ember說又是一場鼓滑球,上半場 又是打得不好,下半場才來了 我當時就想,會不會是前線可能要 連吉特做奇兵呢?後來真的換了出來,不過奇兵原來是另有其人 男者記得我曾經說過一樣,慈善突街坡 上半場如果說後防的表現,也有一點點感覺 但是跟男者我想說 跟慈善突街坡的感覺有一點點不同 雖然我們的後防經常脫漏 但你見到他們也有盡力去踢,我自己覺得 就不是說斜踢 但是整個整體發揮得不好 Vision說建議輝特和普巴調位 然後後來追回1比1 Keith說 始終都是馬仔,真是抵你正選 Eric說多對進攻 入了,入回1比1 馬王,小龍叫他做 Eric說就是這種,後上射球 山神亦給了一個助攻 然後軒心說這球入得挺漂亮的 馬達在中間會拉空位 比後面,我覺得如果是勞卡古一定會站定 信聰英說一拉右邊就搞定了 Eric說 馬仔那球有前漫聯的感覺 以前漫聯的 進攻的感覺 Terry也認同 等了很久 Terry說三個球員 賣服在禁區 機會大很多 信聰英說 山神的支點是可以的 Keith說 但是兩邊的閘位的空位和中場中間的空位 真的是挺空的 Ember說明顯是史莫寧 玩東西 這個我不是太同意 輸球球當然是史莫寧視低了 但史莫寧其實跟 連特洛夫 雖然很多 花了一點時間 適應英超 天生說 不止一球 前場一失球 對面的Brooke 因為這個真的很好球 20歲的Brooke 楊格 上了那個位 室地中堅和馬迪 又不多 室地中堅和馬迪 我們中堅和馬迪的棋位又不多 上半場兩三球未計 梭爾那邊 希望找到方法去兼顧 這就是長遠的 我想我們真的要找方法去解決我們後防的問題 所以大家要記得 不要聽一點不聽一點 我的說法是 我們的後防是進步的了 有向好的方向 但是現在來說 仍然有很多 需要做好一點和改善的 絕對絕對是 現在的後防 未完全是有時間 不過是向好的方向 這就是我的說法 OK 軒心就說老鏈回房時 有時好像在做夢 左邊的楊反而寶貴仍然在賺步 看到我都好嘴 Terry就說後防始終有問題 只好靠前線入多些球贏球 Eric就說 不過後防有些進步了 多夾幾場不要再轉了 這個也是對的 希望多夾幾場默契會更好 Eric就是這樣說 現在默契夾好一點 如何塞位之後補位 Kevin說今天廢特打得好 馬仔入球 Terry就說後面有時候突然會中 病毒 Kevin就說今天應該不出馬迪 用下娜娜更好 因為Vinton也說馬迪很累 Eric就說馬仔找到Pocket 希望他做多這些 不用多跑 找到空位就可以了 軒心就說要有人幫他拉空 所以馬大今場 尤其是第一球入球做得很好 Vision就說 不知為何我總是覺得普巴在前面 緊迫不是太過幫到手 回放散步又不夠快 Vision就說前面被人緊迫 Eric就說普巴上去太長的時間會引了多人 反而走遠一點 可以拉空位 信聰英就說要留意 本尼茅夫的曲克和Vilson 這個當然知道 兩個都是好波子人 Vilson應該有很大機會入國家隊 Eric就說用福仔換馬達 山神二後雙箭頭怎麼看 信聰英就說有神救 敵基亞都在整場球裏都幾球神救 Eric就說不能給他們太大壓力 希望用兩個 快馬讓他們有所顧忌 即是要給他們壓力 軒心就說我是敵敵神也不想續約 Chi Lai就說 麻煩 馬仔不要再自己推 找位入攝 信聰英就說下半場不拉右邊只在左邊去 Eric就說希望馬力休息一休息 信聰英就說馬仔這個支點 這麼漂亮 的後腳 所以起腳浪費了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正式名字 原來真的叫做underlap 待會我會說 Eric就說中了 Fred是不是不夠氣 他說他做backfall 前面那位大將軍 簡單來說就是做馬迪那位 保護後防線 還沒入住的差不多 手球也看不到 這球應該是楊格罰球 之後彈回來 福仔 昨天在傳播給大家看 福仔一射 中了阿奇的手 然後再撞到浦巴 然後又是 Darric Brooks 是 八戒之前解圍的那一球球 所以Eric就說很近很近 然後說浦巴做什麼 Victor就說浦巴很勤力 今場就真的是 box to box Rison就說 兄弟要吃麵 有十分鐘時間 Eric就說 浦巴你有十分鐘時間 告訴我 Eric 好東西了 浦巴真的回答你了 Terry就說 福仔踩球差一點 Eric再說 Show me your talent 浦巴真的回答你了 Eric很喜歡唱歌 雖然我們文字討論 他也要打一些歌詞 明就說 收紙仔會放入墨裏面 即是指示 教練的指示 Eric就說 只要七十分鐘氣 他說我要三分 你們跑幾步 浦巴有點醋 但是 醋的反面就是有火 Terry就是這樣說 心中有火 Eric就說 不過冷靜就會越來越急 他也是走得那麼慢 我想浦巴最後就告訴你 他做到什麼 Eric信聰兄就說 在美傳體能上 沒有什麼優勢 Vision就說福仔 應該是福仔入球了 Eric就說 Good job 說要三分 浦巴福仔也告訴你 其實我們是可以的 一人走一步就行了 Eric就繼續唱歌 小龍就說 91分鐘絕殺反勝 軒心就說 大哥不要自自絕殺 我三十未到 心臟負荷就那麼大 Rigson就說 每次都要吃麵 都挺辛苦 挺慘 然後Joe就回答 我來五十多 心臟負荷更大 我想Joe的意思是 Eric就說入多球 可以嗎 Victor就說浦巴助攻助手 值得是man of the match 但好像man of the match 這場是否馬仔 這個我也沒有留意 因為都覺得不重要 因為我們幾個球員都打得很好 Ming就說 浦巴是man of the match Ember就說要三分 Terry就說撐住他 Victor就叫他開Live唱GGMU 但我今天 好像也說了 我想做一個不同的地方 即場做一個 八達八角度的賽後瓶 讓大家可以立即看到 希望大家 看看大家的反應 我覺得反應也是不錯的 這樣 Math就說有驚無險 3分鐘 3分 拿了3分 Eric繼續要唱歌 Roy就說福仔做一場好戲 贏了 Raymond就說 Ryan就說 GGMU Terry就說福仔是不錯的 但每次都撐出去一步 今次終於入到了 Harry就說不出家庫的正確 Andy就白手 Kevin就說兩隊加上40腳射門 Roy就九尾組的撐殺 Gi就說剛剛想說 現在對著下游球隊 說真的 Gi Gi 我要糾正你 波利茅夫 是第六名 是高過我們曼聯 就算我們贏了這場球 波利茅夫仍然是第六名 我們是第七名 所以波利茅夫真的不是下游 OK 都贏得那麼辛苦 誰知道望亞 原來Gi也有說的 誰知道望亞的排行榜 原來排第六 還要過我們兩位 Sorry Gi我看了你 我看了你前面那一段 就沒有看到後面那一段 不好意思 所以原來你也知道 波利茅夫真是高我們兩級 現在也更高我們一級 波利茅夫現在還是排第六 我們只是排第七 Andy就說沒有勞卡古會贏 最後險勝 Joe就說這些就是魔性 如星就說We deserve it 我們值得 Raymond就說是 不過現在輸了 萬聯升上第六 不是 因為德塞球率 都是波利茅夫比我們好 所以我們仍然是第七 波利茅夫是第六的 Raymond OK 不過他說再贏兩場 升上第三 我想這件事也會發生 Raymond Terry就說 改革中的球隊可以打反勝 險勝已經很好 Eric就很同意 反勝也是高興的 不過很難服事 Terry就說改革中 打和也收貨 Ryan就說 終於贏了 還要反勝 更加注殺 老實說 為何對著弱隊都抵得差 Raymond 我想再說一說 波利茅夫真的不是弱隊 今年 他排名比我們高 OK 很驚險的三分 果然勞卡古舞出是好的 不過不希望場場是這樣 下半場接二連三的攻勢 都差點進 中微中柱 胡胸門 過不了白線 幸好敵幾天神舊 魔佬繼續保住飯碗中 Eric說還有一球手球 Raymond 就說是漏了 雖然Raymond 他表面上看就好像有 雖然贏了 但也有點不滿意 但其實你看到Ryan打出來的東西 全部都是我們的機會 所以老實說踢球有時運氣都很重要 所以我猜 Ryan的意思是 其實我們都做了很多事情 不知道Ryan是不是這個意思 OK 但是說真的 這場球 很多朋友 例如我在自己 一個圍內的討論group 很多朋友都會說 這場球真是幸運,可以絕殺 92分鐘才能入球 究竟是不是 純粹 幸運呢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我們真是幸運的話 Raymond剛才說這一堆 進攻 不是中微中柱,或者被人胡胸門 如果我們真是幸運就入了 那就不用等到絕殺 但到了92分鐘絕殺 又真是幸運 所以我有時都覺得 究竟我們真是幸運呢 還是不夠幸運呢 所以才搞到92分鐘絕殺呢 真是可圈可點 有時都覺得很有趣 我在圍內group 跟朋友聊 大家都沒有討論了 因為我想 不知道 但我真的覺得 究竟我們是真是幸運呢 還是不夠幸運呢 這個大家要想想 我們真是有很多撞處撞眉 OK 軒心繼續說 他說有幾樣東西想贊 寶巴 有火有心踢 助攻助手 最後全球都很準的 馬達拉空位給馬斯亞入 非常之好 第三 今場看馬仔和滷梭的配合 未到很默契 但真的看到有配合 馬仔終於看左邊 待會我都會說 那個 Underlap 一會就說真是老二來見 第四 楊格真是老二來見 差點進了罰球 我們 暫時沒有替代到他 他又上又落 又肯跑 還要守得 第五福仔最後的球都很冷靜 如果急就反而射不入 以及他學習了我們昨天也有提到 希望他繼續進步 Rishon說我並非針對普巴 我覺得他很多時候出球或交球太柔 原因就是 容易被人破壞 第二隊友容易受傷 而他覺得他近幾場 這場球是最差的一場 這是Rishon的意見 但他有拿man of the match 我的意見和Rishon都是不同的 因為我覺得 他這場球也是打得不錯的 發揮得不錯 還有 他在我們的球隊裏 就會是這樣打的 位置上 不過我和Rishon看的角度有點不同 我就覺得他位置上是這樣打 Rishon就覺得他出球方面有些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曼迷早晨 很棒的地方 我和Rishon 表面上的意見很不同 但你再留心聽聽 原來其實我們看的角度就不同 我就看普巴的走位 Rishon純粹 說他出球這件事 他也說得很仔細 他這樣出球太柔 就有兩個不好處 容易被人破壞 以及隊友容易受傷 大家有多看了 很多不同的角度 多謝Rishon Terry說我建議普巴做多些one touch football 這個我又想跟Terry說一說 或者我都想說我的意見 其實如果他有能力 或者他見到他是有做的 但是問題是 很多時候 他找不到隊友 或者第一時間放不到球 他才撐的 這件事 我上次也有一次說普巴 我都說過 其實是普巴個人的問題 還是 其他球 他的隊友 和他配合的問題 所以我就說 這個大家一起解決 就不是普巴一個人能夠解決 因為我 其實見過 普巴如果他即時找到隊友 他是會被one touch 但是由於他找不到隊友 或者隊友配合不了他 所以他才撐得久 這個真的是大家一起解決 不是一個人可以解決的問題 OK 不知道Terry是否同意 亦可以說多一點 繼續說你的意見 Mac就說 今天的直播他穿這件衣服 威威 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我已經出了 拍打巴角度 希望大家喜歡 Eric就說他穿這件 兩個都威威 一個穿10號 然後 CC就說 生辰今晚踢9號位 以前巴採也做過臨時的9號仔 今晚和以前 一樣做到什麼叫9號仔 很多次不是要入球 是做助攻 亦都可以出色 令到樓下很好的印象 盧家古要用今晚一場球學習 要做 做要學一下福仔 在龍門前的棋位 就算入球撿雞 都是goodman 軒心更過癮 一落後就穿這件 有什麼原因呢軒心你下次告訴我們 碧咸又可以幫到我們什麼呢 職場留言有170幾個 一口氣幫大家讀了 亦都加了我的意見 我很喜歡 大家職場反而看到 Rishan多厲害 他真的有少少猜到福仔會幫到我們拙殺 亦都看到大家職場討論 跟我們轉 有時看到職場的時候 看到的東西 我們之後看playback看到的東西 有時角度有些不同 看到的東西也不同 這件事 就要多謝大水炮 幫我們做一些 賽後的分析 他很辛苦 一場玻璃看兩三次 為了做這個大水炮 所以真的要多謝Eric 好 繼續 這就是 看法大巴角度之後的留言 Rishan繼續留言 萬聯的季中不買人 即是季中不買下季也要買 買兩個 三個 一個硬正而有領袖的中衛 就是中堅 一個踢法正常 有分波能力的中場 第三就是一個好的右翼 Penny給了一些提議 可以試試這幾個 森多利亞的安達神 國米的波索惟 里爾的帕比 這幾個是可以 可行 但又不是太貴的選擇 Rishan說 讓我留意一下 真是壞了 我們這裡有很多高質素的買迷 Rishan一有這個想法 Penny立刻給了幾個提議 而且是可行 不是太貴的選擇 Andy就說萬聯又贏一場 好 接著就要去到我們YouTube的留言 因為Facebook的留言 我大致上也有這麼多 如果我有遺漏的話 希望各位可以告訴我 我會補讀 Youtube也有幾天沒有讀留言 都會做聚了一些 Eric就說 Tamping沒什麼問題 不如出了日子 我想提醒大家 其實我也有做到Eric說這件事 在我錄音 錄影的片段 片頭是有今天的日子的 大家留意一下 片頭的幾秒鐘 即是我未轉進來和大家打招呼 那個片頭那裏 其實有今天的日子 所以大家想知道這條片的日子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片頭那裏有說 OK 好繼續 Steven就說 找雲布斯回來 教進攻 我舉腳贊成 對於福仔、努卡古、孟外敵意 必有得益 全力支持 這個是我提議 可不可以找雲布斯回來教進攻的留言 已經是早幾天了 Raymond就說 今個11月 希望五場全勝 加油 同意 Raymond 支持你 我都希望是五場全勝 Hawyer就說 而且綁手幾雷失分 這個我們控制不了 Eric就說 新的TampingOK 多謝 Vivian就說 背景是轉得不錯 多謝 多謝你們 多謝Eric和Vivian的意見 信聰兄就說 何Sir 就是何生 最初就是萬聯粉絲 之後就脫離了 現在就是一個中立球迷 信聰兄就說自己也嘗試過脫離物譜 但沒有辦法脫掉 始終都是離物 Eric就說他也支持雲布斯幫忙 雲布斯的風格很適合 Steven就說 關於何Sir 我叫何生 他也是百分百的 萬聯粉絲 曾經在片段說過 他需要有中立的分析 所以就抽離這個身份 想成為一個專業的足評人 但是這樣做才能做到客觀 但是他說 他身上仍然流入紅魔的血 留意到有時評論萬聯 的時候會特別肉緊 如果萬聯看得差 他的語氣或用詞都特別嚴厲 如果萬聯贏波 他又說得特別興奮 正所謂愛之心 紮之切 大家自己去 評論或者自己去估計 究竟何先生是不是萬聯球迷 還是他現在做到這個中立的 球評人 大家自己去判斷 我沒什麼所謂 亦都不是一個 沒有一個credit去評 這件事 大家自己想 還有他說 打fever的時候 都選了萬聯 然後他說 其實大巴和 和學生的風格很不同 大巴比較感性 喜歡和大家分享 而學生比較理性 喜歡在足球技術 和層面方面研究 兩者就難以比較 亦都無需比較 正所謂 鹹魚青菜各有所愛 做到百花齊放 互相尊重 互相學習 互相學習才是萬聯 和球迷之益 這個我都和 和Steven很同意 我都說過很多次 越多人做就越好 還要每個做的方式 風格都不同 更加好 因為 球迷有得選 還有 球迷可以看到 不同的風格 做出來的效果 不同 除了選擇之外 亦都可以 多見不同的風格 這個我都很同意 不過有一件事 我就想說 我記憶 我記憶中 我記得Alphys 不是叫我學學學生的風格 他說 學生的有一個好處 他說話一針見血 說話比較扼要一些 而小弟就比較長氣一些 所以Alphys 是覺得這件事我可以參考的 我很記得的 這些事我都會記起心中 但問題是長氣這件事 真的不容易 我盡量改吧 其實Alphys或者其他的 賣迷都可以 跟我說一下 不需要經常說的 但間中可以留言說 究竟大巴 是不是仍然如此長氣 還是改善了一點 我都想聽一下 大家關於長氣這件事有沒有什麼意見 因為這件事我都覺得是有用的 因為我都不想大家聽得太長氣沉氣 不過始終有時這件事 根深替故比較難改 OK Sython就說今晚的曼聯 可以擺4231 的零形進攻模式 前面是佐治游 馬迪爾努卡古和福仔 中間是馬達做串連發板 防中是普巴格輝特 左邊是蘇爾 連帶洛夫 史摩寧 黑手中盧 右邊是楊家 勝機是打洞 一於主攻 以攻代手 這就是 Sython的預計陣容 現在看馬聯比賽也要吃的京風散 Matthew就說 Innerlab 好像 我們星期六那場球之前 下午做了 萬米吹水俱樂部 Matthew就有提及這件事 證名是 Underlab 待會我會再說 Raymond說10分鐘就輸一顆 90分鐘才能贏 心臟都受不了 Sython說 拜託馬迪爾不要再出馬迪 他走得慢又沒有速度 還要不夠快 有他出場 萬聯就好像打招半個人 中場難節 真是毫無優勢 幸好廢特 好賣力 剩得一讚 Sython 我又要幫馬迪說回公道說話 其實他真的太累了 這幾場很明顯的皮態出來了 但我又同意你的說法 他一定要休息 休息幾場 希望就可以養足精神 再出來踢的時候 表現他的水準 好嗎 Vinton說十幾分鐘 一球 整隊被人衝散 Kevin說 Fred打得很好 有難節 有傳幾球 好球給山神走位 我也很同意 其實Fred是會幫到山神 或者馬達一起去做進攻 Victor說 今場兩個中堅都要撞 不是吧 怎麼都要向好方面發展 Sorry 怎麼都不是 向好方面發展 這個Victor就是你和我的 角度不同 因為我覺得 我都說多次了 現在的水準 不夠好的一定 以萬聯的水準一定不夠好 但是我覺得他們已經進步緊了 例如 昨天在轉那裏也有說一球 蓮德諾夫起碼死命 幫你補回 補回史摩寧的位置 這是一個合作的東西 互相補位 好了 就要多謝William 昨天在轉那裏也說了 多謝William的補充 原來 梭爾和馬仔的打法 有學名叫做 Underlap 因為我有張圖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聽完William這樣說後 我也上網找資料 有個叫Soccer Coach Weekly的網頁 是一個美國的網頁 他就說Underlap 就是我們所說的 一個 前進攻球員把球交到內線 等後上的 Fullback 即逆位 可以走到Channel 走向入面 這就為之 Underlap 不過我記得 信聰英也說 想不到一個 相關的學名 我就有個估計是這樣的 大家都知道我聽很多 BBC或者Sky Sports那邊的節目 我都 聽了這麼多年都沒有聽過他們說Underlap 不過反過來 Overlap他們也少說 他們很少說這兩個名詞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會說Get the ball to the channel 或者Get the ball to the lane To the side 是這樣的 所以我懷疑 無論是Overlap或者underlap 我就在美國的網頁找到 我就懷疑不知道會不會是一些美式的說法 雖然 美國的 足球 未必那麼高水準 但他們 在研究一些東西上都很出眾 所以我就有一點懷疑 Underlap或者Overlap這兩個名詞 可能是美國那方面比較用得多一點 如果有漫迷 或者有觀眾知道是不是真的話 麻煩大家可以補充一下 這個是我的估計 因為我也是一個美國的網頁 找到underlap這件事 但是就真的要多謝William 我自己作的那個 Innerlap原來真的不是這樣的 應該叫underlap才比較正統一點 信聰兄也補充了 他都不知道有什麼專用的名詞 他說 所以只不過是做一個 不是做 蝶瓦 是做一個中場要做的東西 插入角色 但是原來有的 英文來說 就有一個叫underlap的名詞 說這件事 OK Cython說虛里拉在西維爾打進攻中場 所以他的全球和射門都有一定的能力 另外William再補充了一件事 除了有underlap這個名詞 他就說梭爾這個位置 可以叫做inverted Wingback 即是一個 叫做內切形的翼衛 多謝William 很多這些術語幫我們解決了這個問題 大巴就自己不要再作弊了 下次可能要繼續 要看看漫迷幫忙 告訴我名詞 到底是怎樣 好嗎? Howard就說不要妨礙馬迪了 他真的要休息了 Anthony就說 都拍了大巴那句 我們的球員都好像泰國少年一樣 堅持到底 是呀Anthony 你說得對 我們希望繼續吧 Penny就說 對的了 繼續保持左邊這個組合 不斷培養默契 球員 就可以慢慢摸索到不同的進攻套路 今場最大的改變是教練 Sorry 說一次 今場最大改變 是教練 無論什麼情況 普巴大部分時間都放在 前場 利用 今場普巴雖然大部分時間都是踢得 不好 不過 關鍵時 仍然會回報到教練的信任 球星就是球星 沒得談的 另外 福仔還要 贊 除了入球之外 做支點也很有效果 絕殺那球是靠他 做給普巴 然後自己進入 Penny看得更通透 普巴在左邊的進攻路線 禁區邊那邊出 給福仔射入 原來Penny看得很通透 原來那球球 就是 福仔給 左邊 給 普巴 才能出 普巴給他 Penny多謝你 告訴我們 軒心就說大包可以看到幾次福仔一球 他第一下有想射 但是就避開了阿Ki的腳 才射 不然 一開始未必射入 我剛才也 做了一張圖出來 我們再看多一次 究竟是不是 因為我看到他 動篤站在那邊 但是軒心就說 原來他要避開阿Ki的腳 哎呀我截不到 但是我這張可能會截到 我這張可能會截到 他避開這個 避開原來不是阿Ki的 是15號球員的腳 原來軒心 你說得對的 是避開一個腳 不過就避開這個15號球員的腳 所以我們 漫迷的觀眾看的東西看得很仔細 你看Penny 和軒心都看到一些東西 昨天大水炮都沒有提到的 所以我們 真的要 看一場球看得好 如果想知道很多不同的角度 看到很多細微的東西 一定要留意 萬迷有四 和轉 好的 多謝 Kluzen說 努卡古真的要休息 夏里拉要出多些 馬迪也要休息 右閘試用達米安 否則打到楊格 即是死了 Yuhain說 贏就好 起碼沒有放棄 才會有反勝的機會出現 今早看阿記和李記和了 一起失量分 Sunny說 始終萬聯球員 這球的能力都有代改善 剛才我都做了 看到BBC的數據都是這樣說 如果改善到的話 就有機會上回前四 Sunny說 馬姐真是好適合 入球停不了 繼續努力加油 然後 我都忘記說了 大家看到這裡 都是曼迷早晨的忠實 涌等 希望在聯邊 大家可以投票 在聯邊那條票投票 OK 繼續了 最後 這裡就補充 加利仔那場不是我記得的那場 是先輸三球贏 反勝五球是0102球櫃 當時是河道做領隊 先輸兩球反勝五球那球是發生在0809球櫃 昨天即場也有人告訴我 也剛才也有說過 信聰兄的確是資料庫 他直接告訴我們 那兩場球 分別是0102 和0809年的球櫃 OK 多謝信聰兄 大家希望可以 希望大家可以多點 投票 大家知道我再看 要做多少號呢 11月17號 星期六 下午2點 聯邊 現在正在投題目 今天是最後一天投 希望 在今天 完結之前 各位可以 聯邊 投票 Youtube 片 投票 OK 今天又說了一小時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明天就和大家說一場球的前瞻 拜拜